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疯癫皇室家族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提醒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真有巨型沙虫》已经上传了 电影《沙丘》当中的巨型沙虫真有可能在某个星球上存在哦 请大家记得收看 盲山在河南洛阳市的北面 是一座只有300来米高的小山丘 公元564年11月两支大军在盲山山谷对上了 一支军队的帅旗上绣着大大的舟字 另一支军队的大旗上则是绣着旗字 当时正是南北朝后期 华夏的政治格局与三国时代类似 只不过南北一位掉了个个 三国时代北方是曹魏独大 西南是蜀汉 东南是东吴 而在南北朝后期 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是陈朝 长江以北则是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 东面是北齐 它控制的地理范围是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 最南曾经直抵长江北岸 西面是北周 它从陵西和关中起家 向东扩展到黄河中游与北齐对质 向南是吞并了四川的大部分和长江中游的部分地区 与陈对质 三个国家时而结盟 时而彼此单挑 更有混合双打 华夏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时加入战局 就让剧情比较复杂 那公元564年这一回呢 属于混合双打 北周联合了北方的突厥 一起进攻北齐 想趁着人多势众一举拿下北齐的重镇洛阳 在北盲山 北周和北齐两军对垒 不过实力显然不对等 北周军队这边的数量有十万人 而北齐这边连同守城的军队才只有五万人 只有对方的一半 但是北齐军军容整齐阵脚稳健 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 居中的将军叫高长弓 他戴着一张青铜獠牙面具 遮掩住了真实的面貌 他率先领着五百骑兵直杀入北周的军营当中 神勇无比 北周军荡者披靡 北齐的右军大将叫胡绿光 左军将领叫段绍 段绍这边是且战且走 把北周的步兵引到了更为开阔的地方 然后组织骑兵冲击 中军的高长弓第一波冲击得手之后 立刻组织了第二波冲击 那这一波就更猛 直接杀到了金庸城外 金庸城是位于洛阳西北的一座堡垒 修建于曹魏时期 北周大部队开到洛阳附近的时候 就捎带手 把小城金庸围了个水泄不通 本来以为破城只是个时间问题 谁知道被高长弓从背后突击 立刻就杀出了一个缺口 守城的军官正一筹莫展 突然间怎么着 外面围城的北周军一阵慌乱 裂开了一道缺口 就有一支骑兵冲到了城下 也不知是敌是友 正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的时候 领头的那位将军 也就是高长弓 摘下了青铜面具 露出了一张帅气俊美无比的脸 原来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 担心在战场上没有威慑力 所以才戴了一张青铜獠牙面具 摘下面具一看 守城的军官这才明白了 原来是我们的蓝陵王啊 守城的将领立刻带弓箭手出城 和高长弓的骑兵一起 向围城的北周军发起了攻击 北周军队被两头夹击 晕头转向 立刻阵脚打乱 丢亏气甲地逃跑了 这样北齐就取得了王山大杰 洛阳也解围了 北齐武士们庆祝胜利 一起歌唱称颂高长弓 还创作了一部舞曲 叫做《蓝陵王入阵曲》 从此蓝陵王高长弓 在北齐军中声名大振 成为了北齐战神 高长弓当时只有23岁 被封为蓝陵王 倒并不是因为他的军功 被封王那会儿他还没立功呢 而是因为他是皇室子弟 高长弓是北齐闻乡帝 高成的第四个儿子 他继长的帅 又是北齐战神国家住石 也是忠君爱国的楷模 但就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 下场却很悲催 因为他所有的直系亲属 从他爸爸到叔叔 再到同族堂兄弟 一个比一个疯癫 一个比一个恐怖 大帅哥高长弓 是这个家族的男丁里面 唯一一个不疯的人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一屋子疯子里面 唯一一个不疯的人 他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他的结局 咱们放在后面讲 北齐祖孙三代 愣是把这个王朝 打造成了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一个 秦寿王朝 这个疯癫王朝的故事 要从高市企业第一代董事长 高长弓他爷爷高欢说起 公元496年 高欢出生在北魏的怀硕镇 他靠近今天内蒙古包头市 因为家里很穷 高欢没啥门路 成年后只能当城市的守门兵 但是高欢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长得帅 而且不是一般的帅 老高家的美男遗传 就是从他那来的 一天高帅哥在站岗的时候 就被一位白富美给看上了 他叫楼昭君 虽然也叫昭君 但是他是当地一位 显卑土豪的女儿 楼小姐自从见过高欢一面之后 是日也思来夜也想 入我相思门 致我相思苦 长相思细长相义短相思细无穷极 这首后来大诗人李白写的秋风词 正好是这个时候 楼小姐的心情写照 楼小姐是寻死觅活 一定要嫁给这个低阶花美男 家里不同意 那不同意就是 今天闹爵士明天闹出家 老爸搞得也没辙了 那个时代显卑族已经高度汉化了 但是门第观念还不重 最后呢 他老爸也只好随了女儿的心愿 让楼小姐带着一大笔嫁妆 嫁给了高欢 娶了白富美的高欢 从此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他买了战马升了职 还常常跑首都洛阳办差 眼界也开阔了 也结识了不少能人 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后 高欢投靠了一代萧雄 北魏权臣尔朱龙 高欢阻止多谋 对形势的判断也很准确 他就给尔朱龙献策 说民工您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以讨伐皇帝身边坚硬小人的名义起兵 一定可以得到拥护 霸业可成 而朱龙一纪行事 果然就成功了 控制了北魏的朝廷 成为了董卓氏的权臣 封太元王 而朱龙的发迹道路和董卓差不多 下场也差不多 他被北魏孝庄帝所刺杀 高欢一看 大哥没了 那我今后跟谁混呢 往四周一看 怎么别人都在看着自己呢 心想 对呀 那我就自立门户 求人不如求己 于是高欢就拉出几万人来单干 成为了北魏的新派权臣 而且北魏皇帝还成了他的傀儡 而这时 尔朱龙手下的另外一个人物 也在关中崛起 他就是显卑人宇文泰 北魏的新皇帝 魏孝武帝不想在高欢手下做傀儡 就偷偷跑到关中投靠了宇文泰 这个举动直接导致了北魏 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部分 高欢控制了东魏 宇文泰坐镇西魏 高欢一共有15个儿子 和原配楼昭君生了6个儿子 分别是高成 也就是后来蓝陵王的父亲 高阳 高眼 高玉 高湛和高继 其中高玉和高继早逝 高氏家族企业的首任董事长高欢 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他唯一有的理念就是 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 同时也从全眸厚黑当中尝到了甜头 于是就完整将这一套人生哲学 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高欢掌权东魏15年 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篡权 他名为东魏的大丞相 但他把他的儿子当成王魏的继承人来培养 他走的是曹魏代汉和司马氏篡位的路子 他最满意的继承人就是大儿子高成 高成确实很争气 从小就是天才儿童 聪颖过人 对政治也有独到的见解 11岁的时候就能够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15岁被父亲提拔为上书令 负责处理天下的公文 19岁就当上了吏不上书兼大将军 你以为他出任要职 只是拼爹拼来的吗 就因为他老爸是高欢吗 还真不是 当时的朝臣都对高成的才干心服口服 有这么一位优秀的继承人 那当然让老爸高欢相当满意 但世人就有缺陷 而高成的缺陷不仅很明显 而且很致命 高成脾气暴裂且傲慢 而且还有个毛病 就是好色 而且是极其好色 在他老爸健在的时候 他就和老爸的宠妾郑大车私通 郑大车 这个名字有的地方又写作郑火车 你听这名字 你会觉得这是一位烧锅炉的黑脸大汉 或者是一位赶驢车的抠脚大叔吗 都错了 郑大车是南北朝后期有名的乱世美人 大车妹子 这说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咱们就话说 郑大车妹子是出身北魏豪门 人家是北魏宗室元替的郑妻 是响当当的广平王妃啊 但在尔珠龙发动的宫廷政变中 他老公广平王年仅26岁就遇难了 就挂掉了 在政局的动荡中 郑大车妹子果然是有开大车的豪气 果断下嫁给了新崛起的全臣高欢 由王妃变成了丞相的宠妾 但是这个不那么华丽的转身 让大车妹子还是有点不甘心 虽然性命和荣华富贵都保住了 但毕竟在名誉上 头衔上是受损失了嘛 于是他又勾搭上了丞相的热门接班人高成 大车妹子就琢磨着 高成以后要成了皇帝 自己不就有机会当皇后了吗 这样人生就逆势反转了 当妾的这一段经历 就算是冲击顶峰前的低潮吧 而这个时候高成才十五六岁呢 南北潮是乱世 而且越往后期越乱 啥都透着一股子乱劲 妹子正大车又名正火车 明明是个娇弱女子 可是你听名字就透着一股子标劲 实际上呢 她确实开起车来很大胆很标 果然是老司机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上回名啊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你很大 抱歉 今天的故事人物比较多 线索呢 是有那么一点乱 但是这是乱世乱人 故事也就没法不乱 大车妹子的故事是支线剧情 目的是想让大家有那么个印象 老高家到底有多乱 但是这还仅仅是乱的开始哦 更乱的还在后面呢 高欢知道自己被亲儿子 戴了绿帽子之后 那当然很生气啊 那不可能不生气嘛 高成眼看着继承人之位都要不保了 绝望之中向父亲手下的大臣求救 经过了一番运作 迫使告发私通的两个婢女翻弓 承认是诬陷高成 那这起风波才算过去了 高成虽然顺利继承了老爹的地位 但是好色这毛病一点都没改 只要看到美女就走不动路了 有一次他看上了一个大臣的妻子 袁氏 你听这个姓 姓袁 那他就是显卑皇室的宗亲 看上人家的妻子之后呢 他就想方设法把袁氏骗到了自己的家里 给遣规则了 袁氏很悲愤 就骂高成 禽兽不如 高成就怒了 我遣规则你 是我看得欺你 你居然不识台举 直接就把袁氏送进了监狱 然后他还抢了另一位朝廷高官 高慎的老婆 高慎一怒之下 直接就叛逃到了西位 就如此这般 当了两年的大丞相之后 就在高成想正式废除东魏皇帝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高成被自家的厨子给刺死了 莫名其妙地挂掉之后 全家人都陷入了混乱 不知所措 正在这个档口上 弟弟高扬突然展示出了 惊人的领导力 他果断地处死了刺客 然后对外宣称 高成只是受了点轻伤 并没有性命之忧 从而稳住了人心 争取了时间 当时高扬 人在东魏首都叶城 而高欢的那个大丞相府 是在东魏的别都晋阳 高扬二话不说 立刻赶回晋阳 控制住了自己老爹 留下来的根据地 而且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高扬站门脚跟之后 一不做二不休 正式废掉了东魏皇帝 改国号为大旗 史称北旗 自己当上了第一任皇帝 追认他的父亲高欢 为北旗神武帝 到这儿呢 咱们也得交代一下 支县剧情 郑大车妹子的归宿 因为高欢和高扬 父子俩 大车妹子一生中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不在了 他现在想献勾搭高扬 也来不及了 所以大车妹子的人生逆袭计划 并没有实现 他被封为平义太妃 带着和高欢所生的儿子 去了封地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从此从史书当中消失 今天的故事 人物既多 而且又没有什么熟人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 刘冠章这一类的人物 估计有的朋友会有点捉急 您别急 今天节目的末尾 我们会对本集当中出现的 所有重要人物 有一个全面总结的 高扬称帝之后 他爹高欢的宿敌 西魏的宇文泰 以为得着机会了 宇文泰觉得高欢 和他的天才儿子高承 两个都死了 高扬篡位 那肯定是不得人心的 是站不稳脚跟的 北齐现在没有能人了 立刻就率兵入侵北齐 结果两军一对垒 宇文泰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北齐的军队 比高欢时代更为精锐了 于是立刻掩旗息鼓退兵了 高扬的这一系列操作 是干净利落漂亮啊 让群臣都很服气 看向主公都是星星眼 哇我们这位开国君主 有魄力有能力 简直就是楚庄王在世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啊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判来的是 中国历史上一个 比秦寿还不如的王朝 北齐开国的头两年 还很顺利 高扬把北齐变成了 新三国演义当中的老大 最强最富 但是三年以后 高扬的画风就完全变了 高扬喜欢喝酒 喝完酒之后就发酒疯 有一次高扬喝醉了 跑到一位过世的大臣家里 就问大臣的妻子李氏 是否想念去世的丈夫 李氏就回答说 结发夫妻哪会不想念呢 结果你猜高扬怎么说 他回了一句 既然想念 你为何不去陪他 说完抽出佩刀 当场就把李夫人给一刀剁了 这种操作 把在场所有人全都吓尿了 不久之后 高扬又看上了 他堂兄的一个宠妾 薛氏 他堂兄那还敢藏着掖着吗 立刻双手奉上 主动送给高扬 高扬兴高采烈的 把他封为薛贫 薛贫倾国倾城 把高扬迷得七荤八素 两个人就整天粘在一块 但是有一天 高扬突然间想到 薛贫是自己从堂兄那要来的 他就开始抑制不住 脑袋里面就开始脑补 薛贫当年和堂兄在一起的 那个恩爱的情景 越想越钻牛角尖 越想越渡火中烧 就派人去堂兄家问罪 堂兄惊恐万壮 没几天居然被吓死了 这时高扬已经出现了妄想和暴躁型精神病的早期症状 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 更恐怖的事没多久就发生了 有一天高扬在王宫举办party 宴请群臣 大家来了 一看坐在上面的只有皇上 原本天天粘在一块的薛贫却不见了 群臣也不敢问 只敢埋头干饭 酒过三巡 大伙的情绪都嗨起来了 开始行酒令 彼此敬酒 这个时候高扬突然嚎啕痛哭 群臣一下子全都蒙圈了 皇上体现出情绪失控的不正常状态 已经有一阵了 大伙就在想 是该劝解一下 还是任由皇上把这股风劲撒出来 就好了呢 正在琢磨的时候 高扬又突然一拍桌子 拿那个大袖子当手指 呼了一把鼻涕 然后就从桌案下面 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咣当一声 置在桌子上 所有人定睛一看 全都吓傻了 感情是薛贫的头颅啊 原来高扬把薛贫杀害之后 又大卸八块 带着他的头来参加宴会 酒喝多了之后呢 就把脑袋扔出来了 这皇上又发疯 又撒酒疯 那谁受得了啊 群臣吓得是一哄而散 桌子也掀了 盘斩菜肴撒了一地 这叫个乱呐 人一下都跑光了 面对着空空荡荡的大殿 和一殿的狼藉 高扬又做出了一个 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动作 只见他一伸手 又从桌案下面 取出来一样东西 什么呢 是薛贫的大腿骨 你就想想那个心理变态 恐怖片里面 最变态 最恶心的那个情节 高扬干的全是这事啊 他就拿着这个东西 做弹琵琶的姿势 一边弹还一边流泪吟唱道 美人难在得啊 难在得 甚可惜啊 甚可惜 之后 高扬为这位爱妃 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这位已经进入风魔状态的皇帝 劈头散发 跟在灵车后面步行 还嚎啕痛哭 悲伤的不能自已 那你以为高扬对爱情很忠诚吗 一点也不忠诚 高扬侵犯过的女性不计其数 只要是她看上眼的 不论是谁 不论是什么辈分 都逃不过她的魔爪 那简直就是一个变态色魔呀 高扬杀过的人也不计其数 她在朝堂上放了一把大锯子 一喝完酒 看谁不顺眼 就用大锯子杀人取乐 高扬长期酗酒 声称能够看到死去的鬼魂 到了后期 她的精神病越发严重 也越发的暴躁 喝完酒之后 要不然就裸奔 要么就杀人 由于酒精中毒太深 她都没有办法正常吃饭 只能靠灌酒来维持饮食 嘴里嚼嚼东西 喝一口酒灌下去 否则饭都吃不下去 终于在当了九年多的皇帝之后 她在33岁那一年挂掉了 做了她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 唐代史学家李百耀 在北齐史当中 把高扬定义为吟暴之君 给了她这四个字的评语 高扬死后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好歹这位疯子皇上挂掉了 他要再多活十年 指不定还能折腾出什么事来呢 太子高殷继位 可是大家的那个轻松的心情 很快就没了 因为高氏家族马上就上演了 同氏操歌手足相残的一幕 高阴继位仅一年 就被他的叔叔高掩篡位 之后高阴被杀 被他叔叔给做掉了 两年之后高掩也因病去世 在死之前高掩思量再三 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高湛 也是高欢的儿子之一 高掩就请高湛放过自己年幼的儿子 高百年 高湛在哥哥的病床前 十分诚恳 含着泪答应了 但其实高湛是一位比高杨 更为冷酷的主 高杨是喝了酒以后才杀人 高湛是不喝酒就可以杀人如麻 他的眼角的泪还没干 这个表演都还没落幕呢 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自用极其残忍的方式 杀害了高百年 对他哥哥高眼的含泪承诺 一扭脸就扔垃圾桶了 做了皇帝之后的高湛 后宫嫔妃很多 但他一点都不满足 他看中了他嫂子 高杨的遗孀 前皇后李祖娥 李祖娥不从 高湛就威胁他说 你如果不从我 我就杀了你的儿子 李祖娥没有办法 也就只好从了他 很讽刺的是 虽然高湛自以妄为 但是他监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 相当重要的一部法典 齐律 在做了四年皇帝之后 高湛很不耐烦 以前觉得当皇帝很好 很过瘾 但是当了几年下来 觉得事情太多太烦 耽误了他的享乐 他干脆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高伟 自己当太上皇去了 高湛玩过的花样很多 全都是那种不可描述 难以启齿的情节 在这里就没法说了 但是也因为他玩得过于狂野 当了太上皇四年之后 就翘辫子了 他的儿子高伟 虽然在杀人这个事情上 不如他的父辈那么起劲 但也绝对是历史上的奇葩一朵 有一天 高伟邀请大臣们到宫中参观国宝 而且说是要花大价钱买票 才能参观得到的国宝 皇帝要展示国宝 那当然大臣们得去 得捧场 结果一进门大伙全都傻了 不是被吓傻的 而是被彻底雷傻的 原来是皇上的宠妃冯小莲 被拖得光溜溜的 摆在大殿中间的一张桌子上 还特意在桌子周围点了无数的灯 把全身照得明晃晃的 你说群臣哪想得到是这一出呢 哎呦这个尴尬呦 有那么几个岁数大的 实在不好意思就用这个袖子遮住脸 结果高伟一瞪眼 你们什么意思啊 对待朕的国宝 你这什么态度啊 结果还不得不看 你说这冯小莲 也真的是小可怜 被他变态老公这么折腾 这是高伟得意的开口了 我这爱妃完美无瑕的玉体 难道算不得国宝吗 众庆之无不言 都说说你们的观感吧 从你开始一个个说啊 所有的大臣 全都被雷得说不出话来 殷商末年的昼王 曾经有酒池肉林的典故 在池塘里灌满酒 在树枝上挂满烧烤BBQ 然后让一群男女裸体 在树林当中追逐兮兮 这是中国史书上 第一次天体party的记录 那高伟在这里呢 又开创了另外一个 另类的仙河 高伟的这段奇葩操作 让唐朝大师人李商尹 写下了这句诗 意思是北齐你这么作妖淫乱 还能守得住江山吗 从此中文中就多了一个成语 叫做玉体恒尘 高伟富贵帝王的日子过腻了 也学他老爸的样 开始各种各样的角色扮演 有的时候扮作乞丐 到城里到处去乞讨 当然这是在一帮侍卫的保护之下 也没人不敢不给他施舍 后来呢又把五百名宫女 封了俊一级的官 他给人类封官封类了之后 还把自己的宠物给封官 那到这儿就接回到 今天故事的开头 公元564年 北齐的芒山大街之后 蓝陵王高长公凯旋归来 皇室兄弟们都摆宴席 为他庆祝 之后高伟也单独召见了 唐兄高长公 他就对高长公说 冲入敌阵太深 如果失利后悔就来不及咯 高长公回答说 家事关系密切 不自觉就这样了 高伟一听高长公这个话 心里就嘀咕了 啥 我的国是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家事了 不对 这里有问题 你有二心 你别看高伟荒唐吧 他算计起人来是一点也不傻 七年之后 高伟杀了大将胡绿光 北盲大街中的另外一位将领 段少运气比较好 自己病死了 这个时候一直带兵保家卫国的 蓝领王高长公 才后知后觉的紧张起来 知道自己可能也被陛下 给算计上了 给盯上了 就在他犹豫应不应该隐退的时候 高伟送来了一杯毒酒 高长公一片担心 这个时候也就只有苦笑着喝下毒酒 因此高氏家族南鼎里面 比较主要的南鼎里面 唯一一个不是疯子的人 就这么被毒死了 是这么一个结局 当北齐的高氏家族 在左腰的路上不断花样翻新的时候 关中的宇文泰家族却稳定发展 逐渐壮大 公元557年 他们取代了西魏 建立了北州 20年之后 北州再次入侵北齐 这一回创造芒山大劫的那几位主将 都不在世了 北州军队势如破竹 一举拿下了晋阳和叶城 北齐灭亡 北齐这个奇葩的王朝存在了短短27年 王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疯狂的皇室一家 家族企业董事会全都疯了 而且是那种极其变态的风法 那你说公司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是一个有严重精神病遗传史的家族 这样的家族里既是出几个高长工这样的人才 也是枉然 另外也得提一句 北齐皇室的变态和胡作 主要是在统治阶层当中制造混乱 还没有害民的那种重大的恶政 所以北州灭齐随右取代北州之后 立刻就能够集中起优势的人力物力灭臣 统一华夏 说明北齐皇室胡作非为这27年 民生和社会 社会的中下层还基本保持完好 那么今天如果咱们也破个例 比一比烂 比起某些天降伟人 动不动就要指明方向折腾老百姓 那大家觉得谁更烂呢 今天的最后我们用一张图 来总结今天所提到的 那些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不怕太子党花天酒地的楼前 就怕太子党有理想 最怕的是太子党要指明方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子党要指明方向